戴笠110,想路非非不讲 戴笠堆着笑脸,挥手道 同志们好,生活的好不好啊 美国特务齐声说,No 接着刘振芳发誉说 戴先生,我们自己出钱交给你们中国人,你都办不好 想要买的东西不能马上买 吃的东西也不合胃口,中国人太混蛋了 这是一个美国特务,拿着剩下半盒的菜饭给戴笠看 嘴里咿呀呀的说 你看看,这哪里是人吃的东西 纯粹是猪食 接着,又有一个美国特务 转过身,用双手捧着屁股给戴笠看 引起哄堂大笑 你们中国人上厕所撅着屁股,蹲在那里太累了 也不符合卫生 还有,你们中国人用竹片,刀槽擦屁股 附近扔的到处都是,一点都不卫生 戴笠连忙解释说 目前中国还没有普及抽水马桶 我已经下令重庆,成都,昆明等地大批购置 这个问题很快就能得到解决 美国特务们都是喜欢胡闹的年轻人 缠着戴笠就没完没了 幸好审醉路过 见状他解围说 戴先生,你丰富改进的靶场 按你的要求改好了,等你验收呢 戴笠恨不得马上离开 挥手说道,拜拜 戴笠随着枕罪,出了白宫馆 手下听说是验收靶场,都随了过去 他和沈罪一样,都想看看戴笠打枪 戴笠爱手枪是出了名的 凡立功的特务,最高的奖赏就是送一支手枪 派驻地工作的大量特务向他辞行 戴笠也爱问问有没有好手枪 没有马上送一支 总务处有个专门存放手枪的仓库 就是他亲自设计修建的 每次散步路过仓库这里 总忘不了叫军械鼓掌和鸣打开仓库 走进去看看那一排排擦得干干净净 挂得整整齐齐的手枪 才满意地离去 由于戴笠爱枪 他的朋友部下常常送他手枪 多年来他收集了不少精致名贵的品牌 都由他亲自保管 放在杨家山公馆的小仓库里 每隔一段时间就在和鸣去替他擦拭整理 其中有纯金制成的外壳镶着象牙饼的 一对马盘手枪 一把英国出品 用手工制造成的金丝盘花纹的伯朗宁手枪 不锈钢笔形 打火机型 和专门给女人用的小手枪 等等不下三十支 戴笠库爱手枪 部下都认为他一定是枪神 不过谁也没有亲自见他打过枪 为了解开这个谜 手下兴致特高 跟在他屁股后面 走向中美新建的手枪射击靶场 戴笠兴致勇勃勃的走在前头 挥着手指点着一番 然后和沈罪站在五十米的定点线上 掏袖手枪来 这是一支短管左轮手枪 射程远杀伤力极强 戴笠整天佩戴身上 沈罪说 戴先生 靶场刚建成 这开箱典礼 还是由您来举行啊 戴笠扬了扬枪 犹豫了一下 转身说 靶场是你辛辛苦苦修建的 这典礼 还是由你组织 沈罪一番推辞 见戴笠始终坚持 奥不过 只好从腰上掏出一支波朗宁 把子弹上膛 沈罪应当过外勤组的行动组长 经常练习 有较好的功底 为了卖弄一番 一甩手连射三枪 一会儿 那边拔场的贾金男报告 两发十环 一发九环 偏左 沈罪摇头道 手向左 就知道会偏左的 戴笠带贾金男藏好 看了看 也像沈罪一样 手一甩 贾金男爬出来 在靶子上寻了好一阵 然后摇摇头 很显然 这一枪 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 沈罪从戴笠射击的姿势 就看出他的水准 见他难为情的样子 马上说 这种签优点是多 就是枪管短 射程短 可以走近点再试试 戴笠简头道 嗯 这枪射程短 输者走到二十米处 把手臂平举 瞄了很久 又打了一枪 这一枪 总算上了把吧 贾金男报告说 两环 这时 戴笠脸上的肌肉 抽动了几下 一言不发的 连着迈开大步 直到走到靶子两三米的地方 砰的一枪 贾金男大呼小叫道 红心 失魂 戴笠脸上露出了笑容 得意的哼了一声道 哼 有什么稀奇 沈罪知道戴笠性格争强好胜 忙打原厂说 新把掌 刚启用 都还不习惯 安装时 也没有研究一下 视觉对射击的影响 以后准备再试验几回 做了些修改 才能正式启用 戴笠连连点头说 这种工程 一定要好好计划 不能凭自己想象就动工 要多研究 你们多试几回 看看哪些方面有毛病 再改一下 说吧 便匆匆离开 在场的部下都大失所望 这时贾金男吐着舌头 对沈罪说 老板手枪打得蹩脚了 主要是当初他在军校里没有认真练过 小心写报告吧 梅勒斯这一回回去大约一个星期 戴笠接到回程日期的电报 早早领着人马去重庆机场迎接 梅勒斯一下飞机就张开双臂和戴笠拥抱 说道 老朋友 这一回我给你带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好消息 戴笠忙问什么好消息 梅勒斯说 不告诉你 等一会儿就明白了 接着在飞机上卸下了大箱的货物 直接由戴笠派的卡车运往中美所 原来梅勒斯所谓的好消息 就是从美国运来了大批仙剂设备 有气象器材 水文器材 刑具 一整套刑事实验器材 还有一百多条警犬 戴笠原打算这些活教材 可用军统警犬来繁殖 免得占据运输吨位 但梅勒斯不同意 他领人去看过军统的警犬后 连戴笠最宠爱的一号警犬小林 也认为品种不纯 不够条件 没想到这次 他还真的从美国将警犬运了回来 不过 有两样东西让戴笠不满意 一样是测谎器 另一样是梅勒斯带来的刑具 他准备建立一个美国刑事实验室 测谎侦察器 是一部很复杂的机器 占了半间房子 全部是电器操作 审讯的人坐在那个特制的椅子上 胸部与脉搏上都既有电线 据说 电门打开后 这个人每说一句话的心理状况是否正常 心理上是否有变化 机器上的仪表就可以指示出来 审讯员只要看这些仪表 就能断定受审者是不是在说谎 梅勒斯把这种机器看成宝贝 还有一种强光审讯器 这是用极盏光度极强的电灯组成 被审的人经过一定时间的照射后 神经上受到极大刺激 便不能控制自己 而胡言乱语起来 法官可以从他说的许多话中 找出矛盾 再去追问 另外还有几套新式电型设备 这笔军统一贯用的手摇电话机 改成的电型具不但方便 而且美观 像小小的收银机一样 可以控制电流的强弱 对不同的体格人 使用不同程度的电量 使用过久的人也不会晕过去 而只是越来越难受 虽然痛苦到汗如雨下 连经验都要流出来 但还能说话 这便最有利于审讯 这些美智刑具 更大的特点是 虽然经过多次用行 受刑人的神经系统与心脏机能受到了重伤 而表面看不出半点伤痕来 由于这些原因 以后特警班的学生 除了几个人专门学习对测谎侦察器的使用 操纵和检修等技术外 大多数是学习另外一些美智审讯方法 美国特务还送给特警班学生 实习用的许多美智手铐脚料 戴利看到后很高兴 这些东西比军统原来的轻便牢扣 携带方便 梅勒斯听到后 便立即赠予5000付给戴利 这些东西比军统原来的轻便